凤九 凤九见过爷爷 凤九姐姐 小阿里 今天背得不错啊 凤九 说是去仙山游历 不过数日 为何现在才回来啊 我 跪下 你是清秋地基 即便未行冰藏之礼 也应该庄重行事啊 爷爷 凤九知道错了 您可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啊 凤九年纪尚小 贪玩也是理所当然 倒是你 不该过早把地位传与凤九 不对不对 爷爷自有他的道理 是凤九太过顽劣了 外公 凤九姐姐一定是不小心迷路了 他好可怜 好可怜 你看他都饿瘦了 外公 你就别骂凤九姐姐了 从小到大 你一贯是会找人做靠山 清秋上下 有哪个人 不是对你宽爱有加 倒是把你灌成混世魔王的样子 什么祸你都敢闯 去 tips Crim九啊 当年妮母妻生你的时候 是何等地艰辛 妙验一手遮填 四处为害 妮母妻怀着你 还要替清秋出栈 久死一生啊 很容易 weet 小洛败在了帝君之手 被封了印 你的诞生 被视为四海八荒的吉兆 大难过去 平安的日子刚刚开始 我们白家就出生了一个 额前带有红色凤羽花胎记的 小丫头 哪个有头有脸的神仙 没来喝过你一杯生辰之酒 没有祝福于你啊 你是在满满的宠爱之下长大的 哪个人 不是对你格外的宽忧 就算我也越过了你的父亲 把你接到身边亲自教养 你若有什么不测 你想过你母亲没有 想过青秋没有 你也不想过青秋 爷爷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听爷爷的话 做一个合格的勤求地计 外公 你别生气了 爷爷 爷爷 好吧 好吧 起来吧 多谢爷爷 那我就带着阿黎去摘琵琶了 我们就不要耽误哲言上神 跟爷爷说正事了 去吧 谢爷爷 走吧 爷 帝君 这是何意啊 请客间便换了几室 帝君之意 岂是我备可知晓的 应该是在找什么 遗失的珍宝吧 帝君在大婚之时 走失了新娘 想必是在找未来的帝后吧 我还听说 帝君走失历头亲爱的灵狐 这下界的帝先们 为帝君查询是一无所获 须是 在找那头灵狐啊 新娘与灵狐 孰轻孰众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